I'm not ashamed to owe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今天的问题是,埃及能怎样才会知道以色列的神是独一的真正的神 你好,我是Tim 塞加拿大都能读东部基督教会的成员 你的中文版的走过圣经将修集出埃及记的第七章一到七节 下面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下 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是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 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 把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 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 农与色列人出他的地 我要使法老的心肝硬 必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启示 但法老必不听你们 我要伸手重重地刑防埃及 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 我伸手攻击埃及 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 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 摩西亚伦这样行 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 他们就照样行了 摩西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 摩西80岁 亚伦83岁 那么在上一集当中 我们讨论了摩西和亚伦的家谱 我们只是简单地讨论了一个事实 以及这些家谱可能只包括了那些重要的人 被纳入研究范围 那么我们得出这一个的方法是 查看数字以及离开埃及的利莫能的能数 还有我们要记住的是 家谱在圣经时代的记载方式 与今天可能会有所不同 圣经家谱的记录方式通常只包括 有所讨论的主题有关的信息 那么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是为了满足 名数据中描述的能口数字 这个家谱可能会缺少了三到四代 我们并不是在讨论说跳过了数百个世代 因为有些人说要在创世纪的家谱中 增加许许多多的世代 我们讨论了只是跳过几个世代 以便为我们提供了摩西和亚伦教主的 简明的交谱 那么现在呢我们继续今天的内容 那么也正如我们多次说过的那样 章节是在圣经被写成之后 很久才有能添加的 第六章当中的二十八到三十节 应该更属于是第七章了 因为这些内容比今天的阅读 有更紧密的联系 那么我们再重新念一下第六章的二十八到三十节 当耶和华在埃及地对摩西说话的那时 他向摩西说 我是耶和华 我对你说的一切话也都要告诉埃及往法老 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 看啊我是绝口笨舌的能 法老怎肯听我呢 那么在这里 耶和华向摩西显现 告诉摩西 要去告诉法老一切 我对你们说的 摩西却对耶和华说 他对自己是否可以 说服法老表示怀疑 那么如果回头去看第六章的十到十三节 就会发现摩西对这一事件的反应是非常的类似 因此可以肯定你得出结论 在第二十八到三十节 是一直持续到第七章 实际上是第六章的第十到十三节的延续 而并不是说第二次出现了相同的内容 为什么要对这个事件说那样式呢 其实是亚伦和摩西的家谱打断了这里的叙述 因此这里只是为了让读者回到原来的叙述 那么第二个原因是第六章的十到十三节 是仅仅让我们对上帝告诉摩西的话 有了大致的了解 而在这里则以神所说的话为基础进行详细化 这也是在圣经其他地方 许多的时候采怨的一种方法 摩西告诉上帝 他说他没有能力与法老说话 那么甚至以色列人都不会相信他 在第七章当中 上帝向摩西重生 亚伦将成为他的代言人 那么在第一节当中 上帝说摩西将成为法老的神 而亚伦将替摩西说话 再一次就像上帝在出埃子纪第四章十六节中 使用最终语言一样 上帝并不是说摩西就是神 而是他将成为法老的神 因为摩西会说出神的话语 亚伦将成为摩西的先知 因为亚伦将成为摩西的吼舌 就像先知一样 当他们说话时 他们就是上帝的吼舌 亚伦要告诉法老板 永久释放以色列人 然而上帝知道法老的神 并且知道法老的神 会再被告知要让以色列人离开的时候 变得肝硬 那么当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 他要在埃及地行奇迹 但即使是这样也无法说服法老王 法老王对上帝的拒绝 使上帝有理由审判埃及人的抗命 并把一部落组成起来的以色列军队带走 当主伸出手来攻击埃及的时候 使埃及离开以色列时 他们会认识到他就是耶和华 是这个宇宙远横的 唯一不变的神 因为只有这个宇宙的真神 才有能力行一切的事 尽管遭到了法老的罔固的拒绝 但他仍然做到并实现了自己的意志 那么摩西和亚伦就做了 主族吩咐的一切 那么在最后边告诉我们说 摩西当时已经是80岁的 而亚伦已经是83岁的 好 今天我们的休息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将在下一周回来 继续接下来的休息 希望大家到此加入我们 再见 I'm not ashamed to own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The glory of his cross A